歡迎收看與眾不同節目 我是張國成 這個大家都知道 中共最近即將召開20大 那這個習近平 中國最高領導人 是不是能夠繼續連任 繼續掌握他的權力 成為海內外共同關心的話題 最近有報導指出 習近平可能 要被尊稱為領袖 也就是增加了一個新的頭銜 那這個當然 另外一屆有許多的揣測 不過我跟大家報告 在這樣子的威權專制的國家 老實說 對最高領導人造神 歌頌 崇拜 其實是相當不足為奇 習以為常的事情 所以接下來 習近平要有什麼新的頭銜 新的稱號 我想其實都不意外 對於他現在所持有的權力 老實說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就是說他就算沒有這些稱號 他還是實質上 形式上 法律上 目前中國權力最大 最高領導人 因此多一個稱號 少一個稱號 其實我們也不必把它認為是太嚴重 重點還是在於 他能不能在這個二十大裡面 繼續安排他過去所提拔的人 也就是現在省部級 一級的這些 他的這些過去的親信們 能不能繼續上位 我想這一點是觀察他的權力消漲最重要的指標 比他多一個名號 少一個名號 要來的重要很多 當然國際間也有一些說法 譬如說知名的金融家索羅斯 就說習近平因為這次的防疫失敗 所以有可能無法連任 老實說這個防疫失敗 可能在西方國家看來 因為這次的防疫 硬性的封城 造成了中國許多經濟數據的下滑 人民怨聲在道 認為是失敗 這在民主國家來看 這樣的說法是不無道理的 但是對中國來講 他們認為勝利就是勝利 因為第一個 官方的宣傳 還是具有非常強大的力量 第二 相較於其他國家的疫情 中國可能還是認為 不管是就確診者數 還是不幸往生的人數 中國比起美國甚至歐洲 更加人口比較少的國家 都具有一定的優勢 所以他們不會認為 他們的防疫是失敗了 而且北京 上海 這種強硬的封城 在中共的宣傳之下 中國大陸的人民會認為 連北京 上海這種守善之區 經濟 政治最發達的地方 都甘願犧牲 然後為其他相對比較發展 比較落後的地區的防疫 做出貢獻 這樣子強行封鎖 避免了疫情的進一步蔓延 這個代表了中國共產黨 更加的一次偉大的勝利 這種看法 中國大陸以外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非常奇怪 但是在他們裡面 持這種看法的人 其實還是相當多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習近平以及中國共產黨 以及中國大陸人民 會真的認為防疫失敗了嗎 我想這個是相當有疑問的 特別是這次的疫情 大家知道兩年前 起於武漢 一度武漢封城 這個疫情不明 中國一度也是全世界疫情 最嚴重確診者最多的地方 也都經歷過來了 而且還舉辦了冬奧 這個習近平的權力 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現在來講全世界的疫情相比較起來 中國不是特別嚴重 而且對這個疫情相對來講 也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疫苗 檢驗方式 中國都認為 這個都已經 不是兩年前 這麼措手無及 因此會用防疫失敗 作為鬥爭習近平 他無法連任的理由 目前看來似乎還缺乏證據 當然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關心 就是中共的第二號人物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會不會趁機上位 然後取代習近平 當然李克強現在是第二號人物 他如果能夠更上一層樓 這我相信 也不是讓人太意外的事情 不過能不能掌握實質的權力 取代習近平呢 我們都知道 中共強調的是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黨指揮槍 誰掌握軍權 誰掌握武力 誰就能夠坐穩領導的位置 目前看來呢 軍權呢 很明顯地 還是在習近平手上 除非呢 我們發現了明顯的徵兆 習近平失去了軍權 或者是軍隊呢 願意支持李克強 或其他的領導人 不然的話呢 習近平呢 要掌握既有的權力 號令其他的大佬們呢 我相信是沒有問題的 謝謝收看 與眾不同再會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